我相信富比库有一天 他一定会成长到跟其他的公司是一样的 那我相信到那时候 公司觉得是不会亏待所有的人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们就是必须找自同道合的人 对技术对未来 就这样的企图心等等的 我们投入的是 我们是在做一个模 大南方创新生 发现性创大南方 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创业小剧在2022年 特别为大南方创新创业社群 所呈现的Podcast节目 大南方创新生 我们在5月份第二场 在亚万性创源举办的 大南方创业小剧里面 我们邀请到了富比库的指引长 YT前来分享 短短的20分钟交流 我实在觉得是意犹未尽 那刚好第二届的 这个亚万创新 新创大南方的展会 即将举行 富比库这次也会来参展 然后刚好刚好 更难得的是 富比库的创办人 YC人也在台湾 所以今天就再度邀请 两位来宾 一起来跟听众 分享他们的创业历程 让我们欢迎 富比库的创办人级董事长 欢迎建YC 以及共同创办人级执行长 陈怡婷YT 我们先请两位 跟听众朋友打个交呼 主持人好 你可以叫你凯尔吗 是是是 凯尔你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这个创业小剧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 我是YC黄 黄一剑 很有磁性的声音 你真的是 又跟开始录音之前 不太一样 果然第一次录 Podcast特别慎重 YT 主持人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富比库的执行长 YT 那我们也是 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说要来这里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 好 不用紧张 你们刚刚明明两个人在那边 就是刀光剑影的时候 很精彩啊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非常活泼 然后非常直率的人 然后我觉得蛮奇妙的 看他们两个人 就是共同创办人之间的那个相处 觉得非常非常温馨 好我想先连来YC的创业经验 我想满多听众朋友 其实可能也都已经有在 看这个媒体报道 尤其是跟富比库有关的媒体报道的时候 大概也都有耳闻 或者是有先看过您之前的创业经验 那您93年的时候 在美国成立了 Pilot这家公司 然后慢慢慢慢一路 就是随着企业越来越发展 然后到2015年 我不知道2015年 你什么原因让你决定要开始这个新的题目 而且选择要回来台湾创业 OK这个其实有一点story啊 富比库严格说起来 应该这个对我来讲是第三次的创业 第三次的创业 第一次创业当然是在台湾 当初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成立了一家这个设计公司 后来几年以后呢 我发觉这个在台湾成立这个 Fore Electronics Fore Level的设计公司 对 我发现它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很有限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初期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那些设计公司呢 我们面对的这些客户呢 其实他们间接的都是在 以美国的客户为客户对象 比方说那时候美国有比较大的公司啊 甚至IBM啊 那时候都还在做个人电脑 Dial HP啊 有很多的这个电脑公司 其实都是从美国出来 所以这种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一个念头 我非常想去美国看看 对 那么我在90年的时候 就去了美国出差几次 那更加深我那个念头 所以我在大概93年的时候 我就把台湾的这个 部分大概让给台湾的这些团队 然后我就去美国找了另外一个partner 那就创立了PowPow的USA 重新打天下 是的 好那2015年为什么会开始这个题目 适隔这么久 你应该都可以就是开始当天使投资人 然后一直享福啦 可是这个是跟我们的这个 一路在电子行业走过来背景有关系吧 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我都你们可能都是8090后的 我们出道比较早嘛 我们出道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 我那时候出差的时候 公司追踪我的时候 是用电报机 哇 所以你刚刚讲 我哎呦 形容我们很活泼的时候 我就有点惭愧 不会不会 毕竟有一句话叫什么当异装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用电报机 真的 那个时候电报机的时候 就打这个Telex 大家都要 而且都要省字 大家字都尽量用缩写啊 写少一点啊 因为是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在算钱 在算钱这样 对对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是看从电报机开始 然后隔几年了以后 哎 传真机出来了 嗯 然后再隔一段时间呢 Internet booming了 然后Internet booming以后 我们就看到了email啦 简讯啦 是 那衍生出来现在用手机 所以你说90后 可能一生出来以后 他们使用的就是手机 可是对我们来讲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产业的变化 你是从电报机开始 大概跟美国队长是同一个年代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其实一直就让我觉得就是说 哦 这公司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它的未来应该是什么 对 它下一步会是什么 虽然富比库是在2015年创立的 其实是早在几年之前呢 就已经有了这个念头 那也就是客户给我们的念头 因为那时候客户呢 想要寻找这方面的这种解决方案 可是一直没有 不只客户没有 我们也没有 那一直到2015年 才发现了这个 说这种解决方案是可以 被这种富比库的solution来去满足的 可是你看哦 你刚前面在讲说 你到美国创业之前 你一直看的都是美国市场 可是反而怎么这个题目回来 是跑回来台湾做呢 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美国有一个 很大的客户来找我们 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说 我需要engineering的resource 然后来帮他们解决这个 数位化资料的问题 那个时候就是EDA library 可是那时候我们想说 哎呦 做EDA library这个东西呢 非常labor intensive 有容易错 人力吃很重 对人力吃很重 因为你没有什么 很自动化的这种process 什么可以做 你就是用tour对不对 买了个tour 然后就在电脑上面 一直自己做做做 对 没有什么很大的辅助的工具啊 或是那种成熟的 什么平台效应 那时候都没有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 非常labor intensive 我那时候就跟这个客户呢 非常礼貌性的 就跟他回绝掉 说哎呀 你这个工作呢 我目前实在是没有办法承接 是 我们的人力也有限 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承接 对 就隔一年开始 我的人就一直流失 为什么流失呢 被挖 对 就通通都被这个客户挖走 A开头的客户 是没错 就是这个A开头的客户 是是是 所以那里面的 现在那个 那个EDA library部门 大概有一半都是我们的人吧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 OK 所以反而让你觉得说 这件事情非做不可 然后你决定要来做自己的 对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非做不可 就是当初也没有 很好的方案 嗯哼 那我们只是想到 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 假如说在 美国很难找 这种engineering resource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亚洲 试试看 是 所以就回来台湾 寻求这个产学合作 OK OK 然后这就为什么碰到了YT 没错 OK 好 产学合作 所以YT本来在校园嘛 你在碰到 被YC碰到之前 你正在做什么 你原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我在念书啊 对 在那之前应该是说 因为我给我自己一个 年限嘛 一定要完成 几年之内 我一定要完成 我的学业这样子 对 那 论文是自己写的 我论文绝对是自己写的 对 而且我也没有要选取 OK OK 这一点我们又经过 他的教授的验证 是 对 我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证 OK 然后呢 然后其实 那一年其实我已经口试完了啦 就是我已经确定 我可以拿到我的学位 那我给我自己一年的时间 去想想 我要做什么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因为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嘛 对 因为我在这阶段 我就是希望 在我自己要求的时间内拿到学位 我做到了 嗯哼 就不小心 就被碰到了 对 就是被碰到的 我就不知道 明明就是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美国 为什么 一个在学界 一个在业界 这是莫名其妙 很有缘啊 可是 所以就是说 那个时候你正在思考 你接下来下一个阶段的人生 对 生涯规划要怎么走 所以 那你自己曾经有想过创业吗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对 那你碰到YC 然后你提出了这样 他提出了这样的offer 说来吧 我们一起做 do something together 那你愿意 你愿意答应的原因是什么 促使你投入 一起担任 co-founder的那个关键是什么 嗯 因为我觉得呢 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 其实我已经有 我想做的事情了 其实是 其实是蛮明确的 对 然后呢 后来我会决定就是 跟YC一起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因为每一个人 你做的每件事情 其实你很难是一个 可以改变世界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不一样的 对 他有机会能够去改变世界 嗯 因为我不管你去 不管进学 进学 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是在做 可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机会 可以去遇到 可以去做到一个 也许他未来会改变事情 他会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就disruptive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 这应该是蛮难得的机会 那另外就是 因为我觉得 伙伴蛮重要的 对 Cowork伙伴蛮重要的 那我觉得他是好的 应该是可以 一起做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一定要问清楚 你如何判断 YC是个好人 不代表我不相信 YC是好人 但我一直对于 看起来就是好人 是是是 我对于你们之间 怎么认定彼此 这个过程还蛮特别 我还是想要先拉回来公司 就是 因为其实刚刚 YC有讲到就是 最早在做 EDA library 然后碰到了 就是被客户 把人才给挖走等等的 我觉得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还是想要知道 就是说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能接触到 非常多的电子产品 那这个电子产品 在他的诞生过程里面 在他进到生产制造之前的 那个流程到底是什么 所谓的EDA到底又是什么 大家在谈说 要把电子零件规格书 数位化这个动作 到底又在干吗 OK 应该这么来说 就是说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么电子产品 在被这个生产的制造过程 或者说其实应该从设计开始讲起来 对不对 大家一定都是先有一个idea 想说 我要做一个这个电子产品 那么他们一定会去 下一步呢 他们就去 会去选择这个 要用什么样的零件 把它阻起来 对 把它阻起来 才会想到达到我这个功能 是 那么他们去选好零件了以后呢 一定就要左手开始 绘制这个什么线路图 做PC版设计 然后最后做组装 就怎么组 对 哪个接哪个 这个一定是电子产品 非常这个一贯的流程都是这样 从选零件开始 然后就开始设计线路 然后 我好奇像一只iPhone 大概有多少零件 这个应该我 上一次我探讨这个 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iPhone里面 还有144个零件 现在可能不一样了 那个是10年前的事 OK 所以这么多的零件要怎么 如果你要去评计 到时候这个答案可能要评计过 好 这个我们可以事后去Google 但是不管就是说 这么成千上百 甚至成千上万的零件 要把它接起来 通通都要有所谓的规格书 是这样吗 没有错 因为每一个零件呢 都有一个它自己所谓的规格书 对 那目前呢 这整个电子产业呢 其实所有的零件的规格书呢 它的存在呢 都是存在在paper上面 我讲的paper呢 其实是比较 让大家比较了解 就是说 到底现在电子零件数位化 它为什么需要数位化 因为全球电子零件太多了 对 每天还有出新的 这些所有的零件呢 它规格书 其实都是存在电脑里面 叫pdf 其实pdf呢 就是paper 那这个paper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数位化变得这么重要 我再打一个 用另外一个platform来去做比喻 因为大家可能会更了解 就是现在 我想每个人都会用到 每个人 全世界每个人都会用到 就是google map 对 非常常用 你都不停的在使用 可是2005年google map 才推出这个世界上 对 来launch它的第一个product 对 2005年之前呢 它是什么 它就是传统的地图 或者是 记在脑袋里面的路线 是没错 它的呈现方式 就是传统的地图 这个地图呢 都在什么 纸张上面 对 所以google map呢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 把所谓的这个纸张 paper 数位化 这个数位化也很重要 这个数位化不是说 把paper呢 scan了以后 存在电脑里面 它是真正被转换了 所以它被数位化 它是智慧化 对 可是我们现在呢 电脑里面存在的这些pdf 它没有被数位化 没有啊 它只是被scan进去 放在电脑里面 是 它只是被电子挡挂 对 对 所以这个数位化呢 其实对产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 而且这个市场也是非常大的 是 假如说大家都了解 就是说 哦 我现在找不到paper 可是pdf everywhere 几乎各行各业都在使用pdf 电子行业呢 也不例外 电子行业其实是其中一个行业 使用pdf量最大的 因为全球的电子零件的规格书 全都是pdf 那你想想看 每年有多少的这些pdf呢 电子零件呢 要被这些大家传来传去啊 上传下载啊 然后拿来读啊 看啊 然后从中吸取资料 然后再输入到这个 刚才所谓的EDA tool里面去 对 因为EDA tool就是 目前的所有的电子产品 你都要经过EDA tool来去设计 来去绘 不管是线路图 PC版 IC 全部都要靠EDA tool 就是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的这个tool 嗯嗯嗯 比较大的就像在market上面 像Cadence啊 或是Mentor现在变成Siemens 对 这些大的tool公司 就专门在卖这些tool 对在设计的上面 已经有automation的tool 可是在input这些规格 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没有 对 在input这些规格呢 还是要靠人 人看了以后呢 再把这些资料呢 哎呦 再输入到这个tool里面去 所以这一道process 是非常labor intensive 是 而且呢 是 不只是labor intensive 它还有很多 这个造就 这个error跟mistake的机会 嗯哼 因为是人工输入 对 所以由此可见 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在讲嘛 就是说电子供应链 订单很多 OK 然后 再加上可能碰到一些 什么海运啊 什么战争啊 等等的影响 所以反而 有些电子业碰到 缺料这件事情 所以从刚刚YC讲的 这个流程里面 就可以想象到 缺料 其实对电子业者来说 应该会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 因为他们得 去找替代性的零件 然后要重新去 熟悉它 没错 重新去key in 没错 没错 好 那对你们来说 它反而是机会 原因是什么 对 你刚刚讲的一个 替代料 其实这个里面的point很好 其实它也是 你可以想想 就是说 因为替代料 这个process 也是产业更需要 这个数位化平台的 一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找料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 他们就是把 不同的规格书 拿出来比对 OK 你想想看 然后一样是人工比对 规格书 那你什么 PDF比PDF 那怎么比 所以你就变成 你就是说 这个工程师 你要去看 这个要被替代的是什么 这个重点在哪里 特性是什么 新的PDF到底在哪里 你怎么寻找 因为你没有一个database 所以你很难去寻找 你到各个网站去爬 爬到了以后 爬到什么 爬到规格书 然后想办法去读通它 甚至把physical的零件 拿来量 因为它要确定 就是说你替代料的时候 放在新的 新的产品里面 板子上面上面 是100% compatible 是 你不能有出错 你出错的话 就上不去了 替代料就没办法替代了 所以不只是 特性上面 功能上面 还有physical body上面 全部都要相容 OK 那这些呢 你现在都是PDF 你怎么做 你就是要用读的 它也变成一个非常labor intensive 所以大家就很头痛 花很多engineering resource 去去搞这些东西 所以听起来 所有现在人工作的事情 都是 富必会要解决的问题 跟机会 那你们 怎么解决 那你就想想 假如说今天产业 有一个 这个平台 那么 它可以把 所有的这些 电子零件的 规格书 通通变成数位化资料 那就非常容易 让使用者 在这个上面搜寻下载比对 因为它已经数位化了 对 来 就有点像你想想 Google Map 你假如以前是纸地图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这个事 难 你只能做的事 就是自己拿去读 对 可是呢 现在Google Map 你已经在手机上面了 它已经变成一个互动式的 就是能interactive的一个tool 而且不只是这样 它其实更大更大 会对这个产业造成影响的是 不断有 现在已经超过500万的live app 是 串接 对 串接 是使用这个Google Map的 这个一些digital information 对 用它的图字 对 OK 包含了什么交通 包含定位 没错 没错 这些服务 其实都是接在上面 没错 所以你就可以想想的到 这个数位化有多重要 对整个产业 对人们的生活 有多大的改变 OK 那我们具体来谈一下 因为刚刚提到 我们透过刚刚YC的 这个分享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说 对于电子制造业者 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 富比库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可是 究竟 怎么去解决它 你们用的技术核心 我想 这边请YT来跟我们 从这个产品的 发展过程来谈 就是 富比库是2015年创业 然后2017年的服务 才开始上线 对 那现在其实我们在 平台上面看到 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服务跟功能 可不可以透过这个 产品发展的策略 或是逻辑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富比库 平台上面的这些服务 可以做到 哪一些事情 那 你们使用的这个 技术的关键是什么 这边呢 我们应该就是说 整个富比库的技术 发展过程 对 因为富比库 我们就是一个 比较就是 着重在于技术研发 然后其实我们也是 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 对 那刚刚所讲 就是YG说的嘛 就是一开始 就是EDA Library 这一块 其实它是 真的是蛮 好人工跟能力的 因为它当初 在跟我讲的时候 其实我还不太相信 这件事情 对 我想说 电子产业这么先进 而且现在技术这么先进 怎么可能 做出来的产品都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会有人磕的 磕出来 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是不相信 对 那后来就是 因为我们开始接触产业嘛 那我说 真的是蛮血汗的 这个产业怎么这么血汗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 这样子的服务给客户 可是我会发现 后来我发现就是说 不管我在后面转换的 这块技术做的多快 或是多厉害 我的工程师还是必须 要看着DATA 去把关键的参数输入进去 虽然我已经节省了 后面很多运算操作的 这些工程 你用AI吗 对 后面这段 我们是用透过自动化的技术 对 那我还发现就是说 即使是我们已经做到 这个样子了 可是工程师在前面 因为他还是得去看PDF 资料在哪里 然后输入进去 这样的东西 对 也是花了蛮多的时间 那我们就想说 那我为什么不要让电脑来看 对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 我们就导入了 这样的一个技术 就是AI的技术 那后来我觉得 时间点也刚刚好 就因为遇到 就是缺料这件事情 对 大家都是在比PDF 那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就是把PDF 把它数位化完 就是这样的数位资料 然后在电脑上面 就可以做比对 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有蛮 产生蛮多的科 蛮多的需求 大家讲说 你们这东西 对 是不是可以瑞碟 我们可以使用 等等之类的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们是先从 这样的资料 可以怎么样的应用 然后回到 就是说 我怎么去截取 这样的资料出来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 你后续 你可能要做什么样的应用 你根本不知道 怎么去截取 里面什么样的资料 因为PDF里面资料 其实是很多的 没有后面 这样的应用 这些事情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 就知道说 我怎么去截取出来 所以我觉得 整个富比库的发展技术 它的顺序 其实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我觉得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从过去 我们只是提供 这样子一个 符合EDA Library 各式的一个服务公司 然后到现在 我们是提供 这样的数位化 服务的公司 因为我们希望在未来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所有的PDF 然后它上传到 富比库大看的平台之后 它就可以转成 Digital Data 那在这平台上面 就有很多地质零件 Digital Data 那它可以做很多很多应用 包括是悬料 挑料等等的 就不需要工程师 还要把PDF下载下来 然后 在那边对半点 它也许 它也许 一个一键 Click 我就全部可以告诉 这颗零件 其他的相对零件会死 等等 OK 就是它会更偏向 资料的应用 是 对 而不是单单的 这个资料的判读而已 其实就像刚刚YZ 讲到的在那个 Google Map上面的 各式各样的可能 这样子 对 所以 最重要就是数位化 你没有数位化 就没有办法做应用 是 对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讲到 就是两位 在创业的这个经验上面 分别不同的阶段 一位是连续创业家 一位是第一次创业 然后呢 一位是商场老将 一位是技术新秀 我不知道你们 就因为大部分人创业 其实就是朋友 家人 同学 OK 然后或者是过去 曾经是同事 然后彼此都有共同的 一个目标或理想 OK Let's go 我们一起去创业吧 二位素媚评审 就是说 我觉得两个人要一起创业 有一个频率要和 要信任彼此 然后刚刚YT也讲到 他觉得YT是好人 我就很好奇 你们两人 你们两人之间 怎么相处跟互补 有不同世代 像不同经验 不同背景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台湾 怎么相处跟互补 这件事情 怎么认定彼此是好人 这个 适合的 谁要讲 谁要先讲 我可以先讲 因为 怡婷每次一先讲的时候 都是先讲 他都没得讲 不是 他就马上把这个 就说 哎呀 我就是被他骗了 然后才来创业 我就告诉你说 我怎么骗他的 OK 你明明就说你有科学化的方法 当然当然当然 我这个骗当然是有科学化的 当然是非常科学化 怎么说 其实那个时候 回来做产学合作的时候呢 我是打算说 要看几个学校 因为我觉得 这个opportunity 本来是不错的 对 不过我想的方式 没有那么 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先进 想说 弄一个数位化平台 那时候只是想说 比较单纯 产学合作 对不对 我需要这个engineering resource 那学校是不是给开个课啊 以后我这些人才就 基本上不用经过培训 因为这种人才 其实基本上在业界的话 你还是需要经过 一两年的训练 他才可以就被 很顺利的 对 才可以完全这个 驾轻就熟嘛 那我们想要打入计算盘 就是说 我要从学校开始 对 让学校呢 就开这个课 所以呢 让我们企业呢 省掉这个 前面training的时间 是 一毕业的学生呢 就可以让我们 直接可以拿来用 我们送入议算盘 是这样打 所以我就刚刚开始 我想说 那我就看几个学校 那我想说 这个北部的话呢 为什么我就说 刚开始选择南部 他们想说选择南部 因为想想吧 北部那些 他们一定都是想要去 semiconduct 每一家都想要去 semiconduct 在台北的话 你就想要去什么 什么五哥 新竹的话 你去semiconduct 那你在哪里 才有说 可以让我满足我的产学 合作的这个 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 是 所以我自然而然 我就想到 就说 我可以拿南部看看 是 所以我第一个 stop 我就到了那个时候 当初的那个叫做 高雄应用大学 对 那高雄应用大学的时候 跟我对接的 刚好是资讯系 几个教授 是 那还蛮巧的 几个教授 那几个教授呢 一听我有这个项目 其实他们那时候 都听不太懂 我想要做什么 对 我说我想要到学校来开课 他们其实听不太懂 说你到底这个东西 是做什么 因为大家接触的 都是IC产业 比较少接触系统level的 所以那时候 他们就给我介绍了一个 就是陈一廷 陈博士 在带了一个团队 那时候 那时候我一看到 他们的团队 他们的这个团队 他们所谓的实验室 他就说 我到我们的实验室 我给你介绍这个陈博士 是 所以我到那个实验室呢 这个实验室就跟 你这个录音室差不多大 那蛮精实的 是 里面做了 陈博士带了这个 十个硕士生 在做这个 在念硕士班 毕业论文 OK 等于是 那个 YT带了十个硕士 然后正在 评别论文 在一个 小小的 像garage 比车库还小的空间 对对对对 好像你其实也很有创业精神 这已经 命中注定 你接下来走得到 对 我那时候一看到 这个 一廷带了这个 十个硕士生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 每个人都非常 那个努力的 在 在想要完成他们学业 然后写论文的时候 我心里我就觉得蛮感动 澎湃啊 对对 我就觉得 很感动 我说 假如说我能跟 这一个团队来合作的话 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 以后他就是我们的 这个总子教官 就专门在 学校开课就好了 我们时候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 哇 一下就网络到这个 十个人 这多快啊 对 不然我一个一个 去网络到什么时候 然后我就跟教授 开始谈这个事情 我就说 这个团队呢 是不是有 以后可以跟 我们学校来合作 跟我们企业来合作 我就想要用这个团队 因为他们已经 就ready去 graduate了 对 那教授看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呢 其实那时候 就不止一位教授 教授又介绍了 我其他的教授 就会每一位教授呢 都跟我highly recommend 陈怡婷 哦 你说假如说只有一个教授 大力推荐 那我就 这个我想说 他们是师徒关系嘛 是 结果每一个教授 我那个时候 那次去了几趟以后 我看 串通好 对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们其实串通来骗我 不是 不是我骗到他们了 你觉得你被骗 是什么 没有 我觉得教授 基本上不太可能会骗 是 对不对 教授嘛 都是教授 所以多位教授 联合推荐了 怡婷 对 没错 对 让你对怡婷更有信心 那所以你就正式邀请嘛 那问题是 你怎么说服他 然后我就 因为在站在山安 我就告诉他说 产业是这个样 产业是这个样子 真的很需要我们 一个新的技术啦 发展的方式啦 其实那时候 我没有讲新技术 因为我那时候 根本还没有想到新的技术 我的时候只是想说 这一批就是我的 有这个问题要解决 种子教官 是 那后来 怡婷跟我谈了几次几次 下来以后呢 他发现我这个想法呢 其实是可以用 另外一个模式来呈现 那我们就谈谈谈谈谈谈谈 慢慢的复比库的 这个business model 还有这个平台就呈现出来 是 所以你看 只有一个带着原始的创意跟 老实讲 他是带着问题来找你的 你怎么认定他 你怎么觉得 就是他是好人 应该是说 真的是不能单纯 除了他口才好之外 对 其实就是口才好 应该是说 其实创意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其实真的是有思考过的嘛 因为其实我已经有决定 我想要发展的方向 对 对其实他是真的是中途插进来 害我其实也想了蛮久 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去做的啦 我觉得 就真的是那个问题 对而且就是说他够困难 挑战够高 而且就是没有人做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也想要看看就是说 我刚刚所讲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做到 可以改变世界的事情 对 这是主要 这是我的主要考量 那另外一个考量就是伙伴嘛 我觉得伙伴很重要 我觉得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来我们学校 其实我们都必须不认识 对 他可以一个人在上面讲一个多小时 没有人回应他 我就觉得这个人花真的很多 花真的很多 我以为 我以为你是要说 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有决心 然后使命必达的人 结果没有 你只是觉得他花很多 没有因为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可以一直讲一直讲 因为对我 其实我后来就发现 其实我们个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互补的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互补的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都觉得 哇这个人真的很爱讲话 举例这个是因为他爱讲话 那你不爱讲话 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 一直就是那个 任务跟目的取向的人 你比较喜欢做 就是事情做到了 话讲到清楚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用讲这么多 对而且应该是说 他什么都没有 我还可以讲一个多小时 那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特别 然后而且他非常正香 非常乐观 是 对因为什么都不懂 所以就相对乐观 我现在找到答案了 什么都不懂 对就是因为你不懂 你怎么去做嘛 对 用想的都很努力 所以就会觉得他就非常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乐观 就是非常非常正香 这么多年相处下来就发现他真的是好人 OK 对就是 不是刚开始就是好人 是经过相处以后他还觉得我是好人 没有啦就是经过这么久的相处他仍然 你仍然符合他第一印象的判断 第一印象真的是爱讲话 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讲话 然后后来相传发现 真的是他真的是好人 因为你看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是分隔两地 不是地区的问题而已 还有时差的问题 对 有时候我台湾面临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必须要马上就下决定 我必须要决定 可是 他可能在睡某种 他就睡觉 对 然后后来就是 我不得不嘛 我就必须要决定怎么做 可是后来做出来的决定 我觉得不管是好或不好 他都fully support 呀呀呀 我觉得他给的空间 其实真的是算蛮大蛮大的 我觉得就是初期 就是因为我是学界 然后对财队不了解 对一些商业策略 我应对比较不了解 就那时候 就是你再去做任何事情 所以你可能就会比较犹豫一点 对 前三四年 那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等等的 对 我觉得 这个是他给的空间确实蛮大 你们两个这么麻吉 可是在组建团队上面 在吸纳人才上面 尤其在南部 就对你们来讲 会碰到什么样的 这个挑战 我觉得呢 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就是 因为富比库 他就是一个新创的公司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拿出来 跟其他公司做比较 我觉得真的很难 因为你新创公司讲求的 就是一种企图心 就是一个未来 就是一个梦 就是一个团队 我们去逐梦这件事情 对 我相信富比库有一天 他一定会成长到 跟其他的公司是一样的 那我相信到那时候 公司觉得是不会亏待所有的人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们就是必须找 自同道合的人 对技术 对未来 就这样的企图心等等的 我们投入的是 我们是在做一个梦 然后要比耐力 对对对 而且就是 我觉得自同道合跟信任 真的是在新创团队里面 就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真的会面临到 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般风顺的 就像技术开发 我就说 真的是靠信念 因为没有人做过 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 打掉重来 打掉重来 可是你必须要有那个信念 你才必须 从这次 为什么不好 必须重做 因为重做需要蛮大的一个勇气的 是 团队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你怎么让团队 这个 有一种付诸流水的感觉 对对对 常常嘛 而且就是说 新创团队 还一直在寻求它的方向 所以变动 有时候就会蛮大的 那有时候就会影响到 团队等等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 对 所以加入新创团队 我觉得就是 最困难的点就是 因为毕竟 比较多的人都是希望说 我就是工作 我领薪水 等等的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成功的创团队家 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真的是蛮辛苦的 而且对 高出不胜寒 真的 创团队家是孤独的 对对对 我有时候都会觉得 很多的身不由己 可是对 而且孤独感的时候 想找人倾诉的时候 发现那个人 就是在睡觉 在睡觉 对 好 最后一个题目 就是 我还是回过来谈谈 就当然很开心 看到你们两个人 在这样的 合作关系之下 到目前为止 还是彼此抱持着 同样一个目标 往前走 可是YC 我看YC在 在今年年初的媒体报道 其实还是有提到 就是说 你还在等 富比库起飞的 那个时刻 可是其实我觉得 近两年你们的客户发展 成长率等等的 其实发展是相当不错 那我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你觉得 富比库还没有起飞 什么因素 什么关键因素 可以决定这个目标 是不是达成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富比库现在 不管在美国 在台湾 我们都有一些 不错的客户群 美国几个大公司 现在都跟我们在engage 然后使用我们的平台 也使用的非常的好 那台湾也是 那为什么我说 这个其实我们的 整个富比库呢 其实还在等takeoff 是因为我们在等一个 平台的效应 我刚刚讲说 你看Google Map 它就有很大的平台效应 因为呢 它已经有500万个 live app 在跟它对接 使用Google Map 上面的资料 然后来去 推动他们自己 APP本身的应用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影响力 那我们现在富比库呢 虽然是有一些客户的 一些使用者 可是呢 我们必须要做到呢 假如说 其他的这个 不管是 Tour公司 或者APP公司呢 来寻求跟我们合作 然后来使用 我们平台上面的资料 然后开发更多的应用 那个时候 才是整个平台效应 表现出来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平台效应的表现 那我也觉得就是说 那个时候才是 富比库 真正takeoff的 这个时候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呢 Traction呢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朝向 这个目标 那我觉得各位 家里 一定会看到 这个富比库的平台效应 今天非常感谢 富比库的创办人机 执行长陈怡婷 YT来到大南方创新生的节目 大南方创新生 邀请大家和创业小局 一起关注 从高雄出发 让全世界电子场都注意的 基础型新创富比库 大南方创新生 每周五更新放送 请记得留言评价 给我们五星支持 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 专属大南方的创业点 创业人 还有创新事